消息透露 家兆业已约37.7亿元 出售旗下屯门住宅地皮 与玩具大王蔡志明再次化身白武士 为家兆业解一时之困 据了解 蔡志明及儿子 两人正寻求40.15亿元的抵押贷款已收购地皮 家兆业回复查询时未有否认消息 仅称对市场撰文没有评论 重申宪政检视集团可出售资产 以解决流动性危机 蔡志明暂未有回复 家兆业主席郭英成与蔡志明同属潮州相礼 两人关系不错 早在家兆业上市之时 蔡志明就参与投资 在家兆业曾陷入债务危机 蔡志明又出面接盘家兆业手中的深圳航运集团 家兆业完成债务重组后 他再次私人出资参股家兆业4% 助其达成25%公众股东量的红线 至于星岛新闻集团 六月卖盘与家兆业太子女郭晓婷 星岛的董事会人事变动 亦见到蔡是家族成员的身影 其中蔡志明独子蔡家赞获为认为独立非执行董事 家兆业在去年1月 以35亿元投得屯门青山公路住宅关地后 事隔不足两年 刚已约37.7亿元转售 预计扣除欠款后 家兆业集团可获约11.2亿元进现金流入 今次交易的屯门青山湾住宅地 临近黄金海岸满明山及哈罗国际学校 占地约14万5772方尺 可见总楼面约58万2887方尺 地皮今年1月已获乌与鼠批出徒责 准建四状三层高洋房 以及四状21层高分层住宅 翻查资料 集团于去年投得上述屯门住宅地外 一层于今年入主原油高银持有的 启德第四碧区四号地皮 另外集团也于2019年 始于5亿元买入吸银盘东边街酒楼 二项目日前仍在市场放售